熊熊烈火伴隨著黑煙直竄天際 火勢在屋內不斷的燃燒 消防員使用工具破壞鐵門準備進入紙袖 今天凌晨4點多 新莊正是塑膠工廠的員工宿舍 湖南起火 還好當時還有夜班人員在工作 第一時間全都逃出火場 但火勢蔓延得很快 消防員趕到時整層樓已陷入火海 起火的位置在3樓加蓋了員工宿舍 火勢在清晨5點多時撲滅 還好沒有人員傷亡 但詳細起火原因還需調查釐清 突發中心先北報導